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康 那今天的话来分享一下 就是几个比较常用的转场 就稍微介绍跟概括一下 以及如何使用 我自己接PV案子大概到两三年 我自己觉得就是 大部分其实都是最简单的几个 没有说到什么太复杂的东西 所以你今天看完这些东西 应该八九成以上是没问题的 好那我们马上就直接开始 首先第一个的话是位移的转场 那其实这个位移它不只是位移 就是你可以旋转 你可以缩放 然后左右上下移动这样子 那它算是个比较常见普通的转场 好那我们用这个画面来做示范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从这个画面转到这个 可能更大一点 然后我们这是用试试看位移 首先我们先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右边动 另一边的话在终点先打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左边动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如何 会长这样 你会发现它都是一路往右 对这样是蛮顺的 所以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把这个关键帧全部F9 放起来然后叫出这个曲线面板 然后这边改成这个speed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总共有两个坡 我们都靠中间 另一边的话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就会长这样 那接下来的话会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移动的时候这边是就是黑黑的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可以加一个效果 就是老样子好 Motion Tile 那这个好像是动态拼贴的样子 我们在这个output这边打个150 然后改成一个mirror 这样的话可能会感觉怪怪的 再拉大一点 就是可能还是没有到很合理 但约约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所以就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骗过的那个视觉 不会说就这样黑黑的 那另一边的话也有 那我们就直接把刚刚这一个 动态拼贴的效果负责 到这一层这边贴上 好那这样的话就做出来 OK好 那这个的话就是平常所谓的 位移跟书房旋转的转场 如果你想要再更了解这一方面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上古技术 应该是超级前面一二三级这样的一个教学 是在讲这个东西转场 那我们下一个来讲一下素材转场 素材转场也算是个蛮常见的东西 我们先讲光好了 这个是我刚刚在那个 有一个听的游戏叫做 Tiny Grid这个游戏里面录的 我想要让这个画面切到这个画面 这样来做一个切换 其实这样看其实应该是没啥问题 因为毕竟两个人的位置跟位移是一样的 就是我就同一个动作录两次 那我们是可以再加一些转场的东西 我们先用这个 这个素材转场光 那这个东西通常英文叫Lilic 可能中文会发音叫漏光什么 然后呢你可以再加一个Transition转场 就漏光转场 那应该就会跳这个素材 那素材播起来长这样 它是一片黑的 然后中间会亮一下光 然后后面又变黑了 你会想说这黑黑到底要怎么用呢 我们可以这样拉到转 这两个的中介点 然后呢这边有光的时候 改一下混合模式改成这个Screen 接下来就会长这样 它就会透过这个光 然后带给你有一种过度的效果 那一样的话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就是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些MG转场 这样 把它这个一样也播一下 那这个的话它可能有些档名 它背后是MOB副档名 那代表说它可能有自带去背 那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就是混合模式改成这个Screen 或者说有一个那个装插件教学 我里面有介绍一个Unmute的插件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差不多一样在这个交界点 然后呢我们去移动一下这个素材 把它适当的可以刚刚好盖住 这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在播的时候就这样 这样就刚刚好度过 好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用 好那接下来讲个另一个东西 一样也是Unmute的东西 那它是一个遮罩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遮罩素材 它的素材是长这样 它的重点就没了 所以它没有一个就是可能消失或啥的 它的最后一帧就是停在这 就是把东西画面全部占满 那这东西素材要怎么用呢 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我们先把这个第一前面的这个 往后拉 拉到跟这边一样长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上面这个踩一下 那中间这个就是上面这个东西 衔接下来的 我们这个Mate设定 选这个 刚刚上面这个素材遮罩转场 你可以拨拨看 它就会长这样 它就会根据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透明值 然后来做 你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这个更详细的一些操作箱子 它可能这个有亮度遮罩 然后透明遮罩 然后反转啥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一样就之前有一个在讲 资料教学 放在这边 连结合放在下面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OK 那我们来讲一下特效转场 特效转场的话 我先讲一个比较常用的 之后想到再补充 我们按CtrlAuto加Y 可以叫出这个调整图层 我们放在最上面 这是我们加一个效果 叫做Brighted Contract 我们这边可以先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高丝模糊 好一样这边0的地方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我们到转接点的前一针的时候 我们把它两个都拉高一点 如果你觉得亮度不够的话 你可以这边选这个Ctrl加D 那就会比较亮 好我们这时候选择这个调整图的按U 那这边关键针就跑出来 到这边后面一点 然后把前面这几个复制 然后这边贴上 OK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效果 其实这几个东西都比较实用 位置的东西 你就可以应付大部分的情况 所以不用把这个东西想的太复杂 太困难 有人会想说 阿康我想知道一下 就是杂讯转场怎么做 之类的 我得说就是 这东西如果你要做 就是手搓 一个一个这样 把效果这样叠出来的话 你会花很多时间 就是可能一个转场就要花个几分钟 甚至可能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你如果有看过一些那种 不用插件 纯手做的一些杂讯转场教学 应该都是很复杂 然后看都很累 所以我这边 所以你要我现在十秒内做出一个 很选的杂讯转场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这东西可能会有一些需求 你可能会用到这些转场 那我会建议怎么办呢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个 类似预设转场 那目前比较有名 然后免费的话 就是马先生 Animate Composer 然后以及AEJuice 我在上一集有介绍到的 一样我两个连接 我都放在下方 你们可以下载来 就是用它的那个免费版 好先讲一下马先生 马先生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好用的 装完之后 然后叫出这个 Animation Composer 他这边有一个 这个Precomp 这边有一个Transition 这边其实大部分很多东西都 刚刚前面也有讲 像是这个 这个位移转场 像这个什么缩放之类的 我们这样点一下 东西就会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两个交窃处 然后他这边有个Card 我们就刚好贴上 他就会这样 就超级方便超快 你觉得声音太长 就把这关掉 那我们就回这个Browse 然后他这个东西也会有杂讯转场 这个DT修Glitch 好一样我们就把他点一下 好一样把他对准这个切换点好 好我们这边拨拨看好 我觉得就直接用他这些插件效果就好 然后呢可能像这个Ajuice Pack 在免费这边也有个这个Starter Pack 你打上TR两个字 就会出现这个什么Transition 那一样的话 这些就是可以直接叫出来用 像如果你是有买他的一些产品的话 他就会直接可以使用 好我们直接把这个Perset叫出来 这边很多那个全C选 那你就可以直接点开来像这个 可以点开来 然后这边直接使用这样 那我觉得就是看自己的需求 对因为这些东西说真的 你看我刚刚这样调一调 但不如人家这样按一下 就很快就可以直接叫出来 对 那如果你是可能有 那是委托工作需求的话 也许可以考虑一个百个 反正可以先去逛逛看 就是确认一下 好啦 今天的话我就先讲到这边 那我是阿康 我们就下个再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